你愛永不變 你開了我的耳朵的眼 我的嘴將承受你到永遠 你一眼靠過我的思想 如同天靠我的力氣 倦定多有愛的背影 我會在你面前傳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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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愛永不變 我會在你面前傳送你 我的嘴將承送你到永遠 你的體念靠過我的思想 如同天靠過你 全地所有白色陪你 我會把你念解這所禮 甚至重要一些改變 我被你的愛永不變 全地一起來讚美 全地都要來讚美你 我會把你念解這所禮 甚至重要一些改變 我被你的愛永不變 全地都要來讚美你 全地都要來讚美你 我會把你念解這所禮 全都要來讚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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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地都要來讚美你 全都要來讚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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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我向你唱开心 跑路保留 抓我奔向 来到你面前 最终成为伤害仰逝 我还要保护我爱你 我向你唱开心 跑路保留 将若调送赞都被给你 被你面前欢喜快乐 不停赞美 当我走跑神的祭坛 当我摧毁了地上那里 升到我的身 我要尝试赞美你 你的慈爱高级朱天 你的心事上的纠葬 你的纠纹将我安置在高处 我向你唱开心 跑路保留 将若奔向 来到你面前 最终成为伤害仰逝 我还要保护我爱你 我向你唱开心 跑路保留 将若调送赞都被给你 在你面前欢喜快乐 不停赞美 我走到神的祭坛 到我最喜乐地上那里 升到我的身 我要尝试赞美你 你的慈爱高级朱天 你的心事上的纠葬 你的纠纹将我安置在高处 我向你唱开心 跑路保留 将若奔向 来到你面前 回转成为小孩仰逝 我和阿爸母 我爱你 我向你唱开心 跑路保留 将若奔向 来到你面前 回转成为小孩仰逝 我和阿爸母 我爱你 我向你唱开心 跑路保留 将若奔向 来到你面前 在你面前欢喜快乐 不停赞美 我向你唱开心 跑路保留 将若奔向 来到你面前 回转成为小孩仰逝 我和阿爸母 我爱你 我向你唱开心 跑路保留 将若奔向 来到你面前 将若奔向 来到你面前 在你面前欢喜快乐 不停赞美 在你面前 在你面前欢喜快乐 不停赞美 在你面前 在你面前欢喜快乐 不停赞美 是因为我们的嘴 要不停的赞美你 我们的口 要不停的歌唱 来敬拜我们的神 你从未离开过我 你恩典直到永久 你应许都要成就 你心事永远不休 唯有你是我依靠 唯有你是我荣耀 一生一世 一生一世 要住在圣地点中 你从未离开过我 你恩典直到永久 你应许都要成就 你心事永远不休 唯有你是我依靠 唯有你是我荣耀 一生一世 一生一世 要住在圣地点中 你从未离开过我 你恩典直到永久 你应许都要成就 你心事永远不休 唯有你是我依靠 唯有你是我荣耀 一生一世 一生一世 要住在圣地点中 我的口要充满感谢 我的嘴唇要充满灿 我叁唇咱灿 我叹燃我们的灿点中 我参论 국会的灿点中 als千榨 神的花 谁能像我的神 将我放在心上 在你怀抱中 我自由的歌唱 你从未离开过我 你从未离开过我 你恩典直到永久 你许都要成就 你心事永远不朽 唯有你是我依靠 唯有你是我荣耀 一生一世要住在神的殿中 我的口要充满感谢 我的最准要充满赞美 神的花 谁能像我的神 爱我直到永远 在你的灵中 我暂时伤痕 我的口要充满感谢 我的最准要充满赞美 神的花 谁能像我的神 爱我直到永远不朽 我只要你生你的灵中 我自有你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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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最准要充满赞美 神的花 谁愿想我的神 爱我直到永远 在祢能力中 我站着上等 我的口要充满感谢 我的嘴唇要充满赞 被神避忘 谁能像我的神 将我放在心上 在祢怀抱中 我自由的歌唱 是个爪 你们要自由的歌唱 来敬拜你 让我们一起开我们的口 赞美他 自由的歌唱 我赞美你 我赞美你 自由的悄悄 我赞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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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让你 让你 我赞美你 我赞美你 自由的歌唱 歌唱 我赞美你 我赞美你 我的口要充满感谢 我的嘴唇要充满赞 被神避忘 我的嘴唇要充满赞 被神避忘 谁能像我的神 爱我直到永远 在你 让你 我赞美你 我赞美你 在你能力中 我赞美你 赞美你 赞美你 我的口要充满感谢 我的嘴唇要充满赞 被神避忘 我的嘴唇要充满赞 被神避忘 在你懷抱中 我自由的歌唱 誰能像我的聲 將我放在心上 在你懷抱中 我自由的歌唱 聖苦iny的歌唱 聖苦 slingsγο noite 兄弟 practice 很好 聖苦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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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开我的眼睛 让我看见你 你用每张线隙 握醒 开我的耳朵 让我听见你 每句话都让我更爱你 开我的眼睛 让我看见你 你用每张线隙 握醒 开我的耳朵 让我听见你 每句话都让我更爱你 每句话都让我更爱你 开我的眼睛 让我看见你 你用每张线隙 你用每张线隙 握醒 开我的耳朵 让我听见你 每句话都让我更爱你 我只为要尽 爱你 我只为要全心来 爱你 我只为要全心来 爱你 永远 永远住在你 永远住在你眼中 伏伏在祢荣耀中 祢的荣誉無人能及 活著圍繞起愛祢 活著圍繞全心來愛祢 永遠處在祢眼中 心再精彩融在祢荣耀中 我愛祢 全心情大愛祢 日夜不停地唱 Hallelujah 我愛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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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心情大愛祢 日夜不停地唱 Hallelujah 我愛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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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心情大愛祢 日夜不停的笑 哈利路亚 我爱祢 我爱祢 我全心请拜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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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祢 我全心请拜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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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夜不停的笑 不停的笑 哈利路亚 我们以下的时间 请牧师带领我们祷告 天父让我享受你的同宅 与你的荣耀就光照这个地方 让我每个呼吸 都感受到你的爱与恩典 若不是你 我们就不会活着 若不是你 我们活着就没有意义 也没有价值 迎着你 也为着你 我们就把生命时候 一切都摆在你的面前 愿你接纳我们全然的奉献 也愿这个敬拜 我们要看见 很多的神迹奇事要发生 也愿这个敬拜 充满了能力 充满了神的丰盛荣耀 慢慢在我们的当中 我们现在要用你教导我们的主导 为那祷告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母 愿人都遵义了名为圣 愿你国奖励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自用的仪式 今日赐给我们 免得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得人的债 不叫外面意见试探 给我们脱离熊门 因为国度 全并 荣有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Amen 用这边请坐 我们来读经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让我们一起来 公主神的话语 今天的经文有三处 第一处在约伯记三十八章 四至八节请 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 你在哪里呢 你若有聪明 只管说吧 你若晓得就说 是谁定地的尺度 是谁把准神拉在旗上 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 地的角石是谁安放的 那时 陈欣一同歌唱 神的众子也都欢呼 海水冲出 如地台包 那时谁将它关闭呢 第二处经文在诗篇二十二篇三节请 但你是圣洁的 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 第三处经文在启示录四章 一至八节请 此后我刚看 见天上有门开了 五秋见 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 对我说 你上到这里来 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 指示你 我立刻被圣灵感动 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 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 看那坐着的 好像碧玉和红宝石 又有红围着宝座 好像绿宝石 宝座的周围又有二十四个座位 其上坐着二十四位长老 身穿白衣 头上戴着青冠面 有闪电 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 又有七盏火灯 在宝座前点着 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 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 如同水晶 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 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 第一个活物像狮子 第二个像牛犊 第三个脸面像人 第四个像飞鹰 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 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 他们昼夜不住地说 圣灾圣灾圣灾 主神是喜在今在 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以上 让我们一起来关心 本周教会消息 各位新来到我们当中的 弟兄姐妹们 我们欢迎您 进入天桥教会的大家庭 让我们用耶稣基督的爱 来接待您 邀请您在敬拜开始前的半个小时 提早来到教会的新疆人关怀中心 与我们的招待伙伴们认识 享用点心咖啡 我们将会协助您 更认识天桥教会的人事物 愿耶稣基督的恩典与祝福 满满与您同在 本周李牧师讲到的主题是赞美的力量 诗篇22篇说 你是圣洁的 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 天桥教会将在6月25日 星期六举行全人医治特会 接着在隔天6月26日 主日的第二堂敬拜 将举行洗礼会 有意受洗的弟兄姐妹们 请向各牧区区牧或行政办公室报名 并填写洗礼申请书 在每个礼拜一 晚上七点半的祷告操练课程 尼牧师将亲自分享 他宝贵的属灵经验 牧师邀请更多的弟兄姐妹 参与其中 前来领受上帝的恩膏 我们借着祷告的力量 突破撒旦的捆绑 带来健康 丰盛 智慧充满 转化城市成为基督的祭坛 使台南市充满敬拜的灵 神的复兴即将来到 我们为耶路撒冷 为台南市心里极其火热 邀请弟兄姐妹们来到天桥教会的圣殿 或到安平工业区新中路14号 宏运文创中心建筑公务所二楼的祷告室 向神献上祷告 愿神恩典浇灌充满在天桥教会 使天桥教会成为台南市新世代的祝福 6月18日下个礼拜六 我们邀请楚云牧师 在晚上七点半到九点 与我们分享使徒保罗的 家美教宗荣耀与眼泪 地点是在天桥教会 忠心爱主的资深金钟广播人 楚云牧师 刚走过使徒保罗的宣教路线 他深入历史的现场 实地考察保罗一生传道的行踪 我们邀请弟兄姐妹们 一起来聆听楚云牧师的分享 南都电台FM89.1频道 天桥之音福音广播节目 由林宪平牧师主讲的天桥之音单元 在这个礼拜天早上八点到九点 将主讲圣灵与教会之三 晚上十点到十一点 真情相遇单元 本周我们邀请黄灿明弟兄 与我们分享他的生命见证 我怎能不畏主活 二 十一点到十二点 古典月心灵鸡堂单元 本周播出的曲目有 德布希的第一号 树笛狂想曲 以及普契尼的歌剧选碎 接下来 让我们以充满喜乐的掌声 欢迎我们敬爱的林宪平牧师 为我们讲道分享 你们还快乐吗 OK 昨天有一个姊妹叫做红树枝 然后遇到一个老农民 跟她 叫她滚回去中国 挑起了很多族群的问题 我今天进去看新闻的时候 原来她也挑战了中国大妹 也挑战了很多弟兄姊妹 那其实我们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 每个人都应该要知道 台湾也不是我们的家 特别是基督徒 天上才是我们的家 我期待着我们能够有一个族群融合的一个概念 在我们生命的里面 我们的DNA 属于中国 也许有土耳其 也许有非洲 不要轻看一些 那些印度人 不要轻看那些老农民 其实他们对台湾的贡献真的是很大 没有这些老农民 山上那些路都没人开出来 从恒观公路 从恒南恒丙都是他们开的 他们对台湾真的很大的贡献 我们真的要感恩 我在911事件你们还记得吗 就是美国的911 在那个事件之后 我刚刚在美国我要回来 大概我慢了十天左右 我慢了将近十天左右 回到台湾 因为飞机都没有飞 要飞得回来的时候都客满 所以我就挤着经济厂回来 当我要回来的时候 我是走到 我旁边有一个姊妹 那再来是一个老农民 再来又是一个姊妹 那么坐在我旁边这个姊妹 我们坐上飞机之后 他就开始挑战 那个老农民 你从哪里来的 他说我从台湾 你是台湾人吗 他说我是台湾人 我在台湾已经住了四五十年 你这种口音就是中国人 你就不应该回台湾 你们这些人来吃台湾的饭 你应该滚回去中国 那个老农民我就很生气 坐飞机 你知道吗 他说我们孩子都在台湾长大 我的孩子是台湾人 你共你们是外省第二代 不算台湾人 他是硬硬硬硬硬的 那个老农民很生气 气得会发抖 他就把头转开不跟他讲话 然后这个姊妹就安静下来 几分钟以后 他又转向我 头就转向我 他说你对的人 我台湾人 你不会讲台湾话 你不要说台湾人吗 我说一会 我也要说 台湾大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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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一句话都要跟他回答 好 隔离一边说 我说你敢有新鸟症吗 我说我有新鸟症啦 你去台湾一间教会 我说在台南 天佑教会 这样好 我问你台南天佑教会 目搜叫什么名 我说林宴平 他说你怎么去教会啊 我把你呢 他认识你 哇 这个问题大了 然后呢 他忽然自己问我一件事 他说你敢不平等 我说我没了 你怎么办理 我说他在天佑报道 他说他年轻的时候 跟他去分那个传单 跟赖牧师去分传单 他很认真去分传单这样 所以他觉得赖牧师 是台湾最伟大的牧师 然后我也很快乐接受这种想法跟看见 真的老牧师年轻的时候就很有活力 长得又帅 很多人都看见他很喜爱 那隔了几分钟以后 又问我说 你圣灵充满过没有 就不就是了 我跟我充满过 我现在充满过 好了 那么隔了不久 换就来了 我们两个祷告 祷告完了以后 他要转向我 又问我说 你有名片吗 那对不对 你在做什么 你到底在做什么 他一定要打破 杀过 问到底 但我感觉他得有点照应 这种感觉 打破 杀过 问到底 我就跟他讲说 没有做什么 做一些工作这样 你名片一张给我 我们就牧师又不能说谎 有名片一定要怎样 给他 我不能说我没有带名片 我就 在逼得不得已的笑 我就把名片拿给他 你还有一名片 你现在要写个家拜 莫名其妙 没有一句是什么 是好话 我就不认识他 他怎么知道 以前我长得有多帅 你知道吗 你有没有看到 我刚才那张照片 跟现在有点差了 有点老了 莫名其妙 那我必须接受这种 跟我消极的 然后否定的东西 那我心中当然有一些 也蛮好笑的 蛮好笑 然后他知道我是牧师之后 我就开始认罪了 这个人就会 你没说话跟你说 我就长期在美国 照顾孩子 我先生在台湾当医生 一次以后 我都非常的烦躁 所以有一些躁郁症 我说原来如此 他就跟我说原来如此 你可以为我祷告吗 在飞机上要我为他祷告 我就为他祷告 老婆婆就这样 转过头来 一里人 刚才那是遭遇症患者 这种姊妹 你如果有人常常 在无故攻坚你 辱骂你 然后欺负你 你就把它想成 那是成大十二楼的弟兄姊妹 你知道吗 你们知道那个地方在关谁吗 你知道吗 还有树立医院的一楼 二楼三楼的弟兄姊妹 我是那边的常客 我是为他祷告的常客 这个礼拜也很奇妙地 遇见两个这种 叫做精神科医生 一个精神科医生 介绍他叫林日光 名片给我的时候 我才发现他不是林日光 他叫做林晃 那个日光 他自己介绍他林日光 怪怪的 是不是看久了之后 都脱了一件袖头 那么呢 最近有一个成大的精神科医生 本来我们教会大概一个多月了 叫做 叫做中类 叶中类A教授 他在我们家吃饭 等一下回去陪他 他是师母 以前的台中民主路的 的那个弟兄姊妹 他跟他师母在我们家 我就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就问先生说 医生啊 精神病患会不会好 他告诉我说只能够吃药 然后吃安慰的 吃压制的 你知道 不会让他更坏 让他能够常常睡觉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很多的精神病啊 吃到最后都会 走到最后都会 你知道 就已经吃了很久了 我问那些医生会不会好 他跟我说 那怎么可以好 那个林放医师告诉我 都不会好 我说是什么 好他就没生意了 我听到这个 这种想我的时候 的确有一些感觉他怪怪的 不过我再想一件事 他们跟我讲个道理 精神科的 passion的里面 要好 就一样事 就是转练 他的心境转过来 心境转过来 就是心境转过来 有人就好了 你们看到今天的 精神病患越来越多 很多人失恋了 年轻人失恋了 然后关在哪里 然后就送到成大了 然后失业失败了 送到成大了 然后身体不好的 想到最后呢 很极端的想到说 自己得癌症了 就送到哪里 送到精神病院 那有的人就是因为 家庭的压力太大了 读书的压力太大了 然后到最后 精神失调 晚上睡不着觉 就会产生一些 精神观能的问题 其实这些人的问题 只要一个转练 只要一个转练 请问各位一下 你有精神观能症的人 请举手一下 就一个 两个 蛮不错 精神观能 你们是吃不好药的 这转练 转练是什么你知道吗 就是 从 这种很消极 很负面 在撒旦的手中 然后把他转练到哪里 积极 肯定 想到自己 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所以 兄姊妹 一个教会的 信在主之后 你要知道 你是神的儿女 你必须要常常去肯定 你就是神的儿女 你的一生神 会带领你 耶稣一直说 不要忧虑 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 只有什么 明天的忧虑 保罗一直跟你说 不要忧虑 你知道 把一切的忧虑 谢给主 有没有 把一切的忧虑 谢给主 要靠主常常 怎样 喜乐 那么那个喜乐 有没有在你的心中 我一直在想说 很多基督徒的脸 来到教会的时候 那个脸都很难看 你知道吗 都很苦毒 很生气 很背败 你知道吗 来到教会都笑不出来 然后好像大家都欠他 很多那种感觉 但是有一个原则 我告诉各位 一个最好的转念 不只是积极喜乐 其实最好一个方法 就是赞美神 就是赞美神 就是不断的赞美神 弟兄姊妹 神是一个喜欢被赞美的神 他在创立宇宙 诸世界的时候 所有的天使都在唱歌赞美神 他是在天使唱歌的时候 在创立宇宙诸世界 当我们在唱歌赞美神的时候 我相信神新的创造 就在我们的当中 这个新的创造 是一个心灵的创造 也是一个肉体的新的创造 我告诉各位一下 也就是说 当你要赞美神的时候 神就设立宝座 在我们的当中 重新创造你 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重新让你体验到 很多神迹奇事就发生了 当你在赞美他的时候 他的圣灵就运行在我们的当中 有一次我在西门教会 带领了一些年轻的赞美神 我们在地下室 赞美到最后 那个地下室像游泳池 很厚厚的恩膏 从这里要走到鼓手那里 然后见到你要走很久 一直跌 好像游泳一样 所有人都体验到那种圣灵的运行 所以每次的赞美 如果没有真的 全心全意全力赞美他的时候 你看那个赞美是空的 那个赞美是空的 只有真实在 全心全意全力在赞美神的时候 整个灵魂里在赞美他的时候 他就设立宝座在我们的当中 他就会重新创造你的心灵 他就会重新医治你的肉体 重新医治你的肉体 我讲几个例子 有一个日本人 日本姊妹 叫做Masako 他在设计高尔夫球肝 他在台湾在贾桃楼 不晓得怎么搞的 就遇到一个中医 那么那个中医 认识了教会的美姓长老 那么那个美姓长老 就跟这个Masako认识 然后他发现这个Masako的手 他们的手是肌肉萎缩的 脚尾是肌肉萎缩的 就是一直萎缩 所以那个Masako走路是不好的 有个礼拜六的晚上 当我们在吉利赞美神的时候 再唱一首歌 荣耀啊 荣耀啊 阿爸 阿爸 这首歌 这首歌最近我们很少唱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都在告别式唱 所以在平常就很少唱 这首歌 你唱一首歌就是人 人要给他洗碗 所以你们将来都有机会 我就唱这首歌 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那个姊妹在礼拜六 我们的祷告会就走进来 那个时候祷告会 在礼拜六晚上十点钟开始 她就走进来 走进来之后呢 她一直哭啊 然后叫啊 我们就觉得圣灵在工作 可是在唱完歌 敬拜完之后 那个 我看见美姓长老 把她带到我的面前来 她跟我说 林牧师 她的手是肌肉萎缩 可是我 她跟我说 她刚才在唱歌的时候 这个手的肉就长出来了 她自己都会害怕 不只这样 不只她的手的肉长出来 我们在看她的脚的时候 她的脚是弯的 是这样萎缩的 可是在看的时候 只有看她的时候 她的脚就伸直了 然后就 肉就长出来 你看有没有可怕 那个赞美的力量 就在这个地方 重新创造那个肉体 就重新创造你的 新的生命 所以她就邀请我到日本 去为她爸爸祷告 她的哥哥祷告 他们全家都是肌肉萎缩的 好可怕 有一次 我们家有一个弟兄 叫他阿恒 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 那个甘癌离开这个世界 有一次他打电话给我说 牧师 我一个亲戚 在桃园 酒醉酒驾 然后骑摩托车去撞电线杆 然后头撞破了 脑浆流出来 那个 警察去了 就把白布盖起来了 可是还没有死 就找找找找 通过那个摩托车的车牌 一直找找到阿恒 他们就跑到桃园去 然后到 去的时候已经送到医院 长庚医院 然后做了两次三次的手术 他都没有办法好起来 因为脑浆 脑浆已经跑出来 我不晓得这个手术 怎么手术 我也不知道 阿恒就 有一天 就在礼拜天的时候 把他载回来 载回到教会来 就把他丢在 当我们那个时候 就把他丢在松年教室 然后丢在那里 然后我们要去吃饭 然后就看到一个这样 手挠起来 脚也挠起来 手挠不开 晚上也晃晃晃 这种人 阿恒就告诉我说 牧师傅 把基督一下好不好 让他挖起来 那很难 我就看了以后 我就跟他讲说 好了 我们来祷告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因子耶稣的名 求神一致 释放这个弟兄 让他 佛过来 显过来 这样祷告 奉耶稣的名 Amen 有没有效 没有效 祷告一次没有效 两次也没有效 阿恒就不让我走 阿恒绝对不让我走 他说 大了 一定要把基督拼起来 很麻烦 我说我很饿 可以先让我吃饭吗 他说不行 那个爱你就抓着我 哭哭就抓着我 你牧师 拖时间最好的方法 就是唱歌 就是 我给基督 要给基督拼起来 他也没照 就是唱歌 所以我们就来唱歌 我就唱了一首歌 Halleluia 阿罗奈 Halleluia 阿罗奈 佛山啊 佛山啊 Halleluia 阿罗奈 有没有很简单 很简单 然后 我在唱歌的时候 就跟那个 躺在地上那个人说 小马 他叫小马 所以我听到 现在小马 都有点害怕 我就跟小马说 小马 你如果听到牧师唱歌 就跟着我唱 你知道 尽力地唱 然后我在开始 又唱的时候 他忽然之间 开口跟我唱歌 然后呢 越唱越大声 然后呢 眼睛就打开 两手就伸直 然后两脚也伸直 然后坐在椅子上面 有没有可怕 他显过来说 问我说这里是哪里 我说这里是教会 神又没有很伟大 神做的事 都比我们想象中还大 我还记得 在颂音堂的时候 有个老妈妈 坐在归人 好喜欢传歌 她大概 归人教会 都是她传的 叫欧巴桑 就跟着人去教会 这样就去 她很会讲见证 那带很多人来到神的面前 知道 那时候我们就在 那个宋言堂 就是神学里面的宋言堂 在那边敬拜 礼拜后就敬拜 那有一个晚上 他带了一个人来 来的时候 我们还没开始 他就带到我前面 博叔 这在祈祷一下 我走过去的时候 看到那个人 胡子留到这里 然后那个 脆弱流到胡子 整个都死了 整天我怒哭 那怎么我就基督了 跟祈祷就要祷 你知道吗 那阿嬷很爱 把他抬起来 像我面前 不说你跟祈祷了 我跟祈祷就要走 那阿嬷这样听他 非常爱他 就牵着他的时候 不说给他基督 那时候我的感觉是 那个阿嬷真的是 没有那个嗅觉 真的我就感觉 那个阿嬷真的有爱心 所以阿嬷 在很爱他的时候 我也不得不爱他 我就跟他讲说 我现在稍微为他祷告一下 等一下他赞美神的时候 他大声赞美神这样 我就 严严的扶着他的手 说主要一直释放他 然后赶快跑这样 因为有点味道 真的很不好 那么 我们开始赞美 敬拜完了之后 那个弟兄走到前面来 我就问他说 你今天 有没有唱歌 不感应 你要永远这样吗 也不感应 你如果要未来 你就放弃过去 不要一直想你过去 你当兵的时候 谁欺负你都不忠 因为当兵他被霸凌 都变这个样子 有没有可怕 我说你要活起来 你开口跟我一样赞美神 我就请他跟我赞美神 那个时候 我就 要他跟我赞美神 我就跟他讲说 你跟我阿 阿 哈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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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就一直鼓励他拍手 然后开始跟我说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几分钟以后 他好像眼睛打开了 他那个眼睛不一样 我就跟他讲说 下个礼拜来的时候 把胡子割了 然后穿整齐一点 下个礼拜来的一个年轻人 非常的潇洒 走到我前面 跟他叫你牧师 我说你是什么人 我在前面流水手 我吓得一跳 怎么可能是这样 神做了 只有赞美 只有赞美神做了 那个阿嬷就告诉我说 感谢牧师 也感谢兄弟 这是我穿的 我要穿回家 整人家的 管他带去哪里 这don't care 不要在乎这个东西 他就是喜欢把它带到 他的教会 就在那个教会 你看神要不要做了 弟兄姊妹 我告诉各位 当你在赞美神的时候 神的灵就在我们的当中 所以你这个口是要赞美神 一个神的儿女 你要知道 当你要赞美神的时候 赞美神的时候 所有户面的能量都会不见 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充满了批评 充满了攻坚 充满了辱骂 充满了淫乱的言语 有没有 我们常常出演就是想伤害人 有没有 这个礼拜 还骂过三字经和几几手 我求耶稣保血遮盖你 很奇怪就是 怎么会活在这种 非常忽畏的东西里面 你是神的儿女 你就大声赞美神 神的正面的力量 就在你里面 我们的神的正面的力量 就会在你里面 有没有 当你赞美神的时候 你的时候都改变 你的生命就改变了 你相信神会对你的带领 是很奇妙的 真的 所以你看一下诗篇一百篇 你看一下诗篇一百篇 你看一下 来 诗篇一百篇 他是这样写的 我给各位听 诗篇一百篇 他看到了没有 OK来 你看 你读看看来 福天相当相 耶和华怎样 欢呼 你们当乐意 适逢耶和华 当来向他歌唱 再来 你们当 晓得耶和华是神 我们是他造的 也是属他的 我们是他的名 也是他草藏的羊 再来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 当赞美去他的宴 当感谢他 称颂他的名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 当赞美进入他的宴 请问各位 当你进到教会的时候 有没有充满感谢跟赞美 你有没有把所有 属世一切的 忧伤苦毒 生气 然后里面的暴怒 都放在教会的外面 有没有 当你在这边赞美神之后 你就不要让那东西回来了 你知道吗 当你回到家的时候 当你脚踏入家的时候 你有没有充满赞美跟感谢 孩子说好 回来跟你拼一下 然后就是充满生气 我一家就想吵架 有没有 你怎么不沿途呢 就开始想说 哈利路亚赞美神 我的家是美好的 你知道吗 你有没有发现到 我们对孩子 所讲的话都是怎样 有没有忽略 我够面烫 你这小孩 你若笑在目搜上就好了 感谢兄弟 我国后想会生一个 地狗命 用蓬果变的 真的是 因为我从来没有考过 考过那个单数的 我在考双数的 然后我就想说 一定要考一次单数的 哪一个奖状 那时候单数有奖状 我就拿了两个苹果 去送当时候的老师 那个老师就拿考件 让我先考一次 夜考的时候 先考一次 考了以后 还是考第九名而已 奖状是这样来的 不要看别人 都比你的孩子好 不要看别人的丈夫 或是太太 都比你的丈夫太太好 你感谢 赞美 这是神所给你的那一份 你感谢 你感谢 你感恩 对不对 所以我期待着各位 当我们的教会 要转化这个城市的时候 这个教会应该 所要恢复的 就是一个赞美的灵 这个教会的兄弟姊妹 所说的每一句话 就是神的话 就是一个在神的里面 充满创造语言的能力 这个赞美的话 就是这种创造的能力 我期待着 你真的应该跟所神啊 让我满口都是什么 都是赞美 让我满口都是感恩 今天早上来的一个弟兄 跟我说 他今天来学了两个东西 什么都听不懂 听了一些笑话 他跟我说 他来学到两个东西 一个是赞美 一个就是感恩 真的 当你凡是赞美 凡是感恩的时候 你这个人的生命就不一样 圣女就会带领你走前面的道路 在生活的当中 我知道我们都会有困境 我们常常会被攻击 有没有 无缘无故被攻击 像我刚才开车从家里要来 要转弯的时候 一辆摩托车 就在转弯的地方的中间 也没有开灯 那就可怕吧 那边它撞过 这边它撞过是 他说 我怎么 不然我就闪过去这样 我就知道神在保守 为什么 我在转弯的时候速度都很慢 我不会很快 因为我知道常常会 一些惊 惊 那种让我惊吓的东西 在那个地方 我现在 你不要怕 今天呢 地震了你也怎样 你也不要怕 我们常在这边 赞美 赞美在这个地方 会地震的 你也不要怕 你知道吗 东西妹 晚上梦见 者要来嚼你 你也怎样 你也不要怕 即使有人 要死了 你也不要怕 真的 也许你遇到很多 金钱上的苦难 你也怎样 不要怕 因为 当你赞美神的时候 神必然 与你同在 Amen 我问各位一下 如果有一个石头 要压你的时候 要压你的时候 你知道 必死无疑 你到底要怎么死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你是要死 很可怜 不要得到 还是要说 哈利路亚 感谢兄弟 这样死 两种死法 你选一种 那就对了 对不对 那也没很简单 你就常常跟主说 主怎样 哈利路亚 不要救我 你就跟主说怎样 哈利路亚 遇到困难的时候 就怎样 哈利路亚 我前一阵子 无缘无故发生车祸 买了一辆车 一个月收到五六张的滑单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收到那么多的滑单 哪一条路 每一条路都滑 很奇怪 我就觉得这台车 一定是有鬼 我不是敢鬼 我就开始赞美神 神啊 赞美你 我这个车呢 要忙你保守 反正是有照相机的地方 神都把它遮盖住 你知道吗 哈利路亚 打完之后 有一天 要进到马可了 忽然之间 忽然之间 哭一声 我说也没有什么样 也没有感觉到什么碰撞 可是看到后视镜 发现一个姊妹 躺在地上 没有赞美 没有问题 赞美是怎样 问题又来了 然后躺在地上 我就下去 一背起来 我告诉你 你说怎么 你说这很疼 那一天 受伤那一个地方 对面就是骨科 我就带他进去 要看骨科 那一间骨科 没有看 叫做家恩 你知道吗 那个不是基督徒 只是他有一个盒子 孩子有家 另外一个有恩 所以他就家了 那我就把它载到另外一间 骨科 也在旁边而已 那一间 把他拍照以后 我就跟他讲说 你是旧伤 不是心伤 感谢主 说他整天都没有 我就叫他一定要拍 从头拍到脚 你知道吗 免得叫他有后患 出来之后 他就痛 我就跟他包插 包插完了以后 我就把他 要拿到摩托车那里 我就看到摩托车 有点坏掉 我说我陪你摩托车好了 他说不用 不用陪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常在发生车好了 不用陪 听以后心众很快乐 你知道吗 心众非常 他常常发生车祸 我只不过车祸当中的一个 他还很客气 我当然也很客气 叫品芳常常载他去看 你知道吗 那个姊妹 有一天就告诉我说 他能够认识我真好 我因为对他不错 认识我真好 还好 他已经六十几岁 而且有点骨肝 你知道 如果是二十几岁的话 我可能会感觉到不一样 听众姊妹 我想告诉各位 凡事他怎样 无论在什么困境 你都要怎样 赞美神 都要赞美神 你看一下 历代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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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代志下第二十章的地方 第二十章的地方 你看一下 来 我们来读这个圣经 你读看看 来 此后摩亚人和亚门人 又有乌尼人 一同来攻击耶撒法 再来 有人来报告耶撒法说 从海外 亚南 右座以东 那边有大军来攻击你 如今他们在 哈许逊塔玛 就是稳基底 再来 耶撒法变惧怕 定义寻求耶和华 在优大全地 先告进食 来 来 一次 优大的人聚会 求耶和华帮助 优大各城都有人出来 寻求耶和华 再跳过来 跳过来 再跳到后面 不是 在十六节 跳过十六节 再下来 拉下就对了 来 他说 明日你们要下去迎敌 他们是从西斯坡上来 你们必在 耶鲁伊勒旷野前的 谷口遇见他们 再来 第十七节 来 优大和耶和华 这次你们不要争战 要摆正站着 看耶和华 为你们施行拯救 不要恐惧 也不要惊慌 明日当 出去迎敌 因为耶和华 与你们同在 等一下 耶和华为你们 施行拯救 不要恐惧 也不要惊慌 因为明天 你们去迎敌 耶和华 必与你们怎么 同在 再来 你看一下来 耶和华就灭腐一地 然后优大众人 那耶和华人的居民 也服在 耶和华面前 扩拜耶和华 再来 来 哥侠族和 可拉族的立位人 起来 用极大的声音 赞美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你看到 来 二十节来 次日清晨 众人起来 往提哥雅的旷野去 出去的时候 耶和华站着说 优大人 和耶和华人的居民 要听我说 信耶和华 你们的神就必立文 信他的先知 就必亨通 再来 耶和华 既以民上义的 就设立歌唱的 宋战耶和华 使他们穿上 圣洁的礼服 走在 金队的前面 赞美耶和华说 当称谢耶和华 因为 他的慈爱 永远长存 你看二十二节 众人翻唱歌 赞美的时候 耶和华就派服兵 击杀那些 攻击 优大人 亚门人 摩雅人 希尔人 他们就怎样 被打败了 你看 当你在赞美神的时候 神就把所有 这个撒旦的力量都怎样 摧毁掉 提醒各位 生意不好的时候 要怎样 赞美神 很捆绑的时候 要怎样 赞美神 然后被欺负的时候 要怎样 然后生病的时候 要怎样 赞美神 有一个弟兄 在养鸡 在疫警 养鸡 这些人都死了 很奇怪 这个弟兄也过世 在养鸡 有一天打电话 叫我 牧师傅 我家有家人 他起来 是要赞美神 你可以来一下吗 我就上山去看看他 我就跟这个弟兄说 弟兄啊 你的口要洁净 你说我怎么 我说你常常骂你太太 然后骂这些鸡 连鸡你都骂 你说你怎么 你说我看着鸡 就知道你的嘴很坏 神并没有祝福 把你的生命改变一下 口改变一下 常常赞美神 赞美你的太太 然后至少要赞美这些鸡 这些鸡是你养的 鸡啊 你有点好漂亮 兄弟让你 会照顾你 你就要很厉害 很可爱 将来让我买得更好鸡 我就叫他 连这种赞美他都不会 那一天呢 我就为他做一个洁净祷告 然后就叫他做一件 很轰狂的事 就是叫他装了很多喇叭 小喇叭 然后呢 tap放下去就是 整个鸡都可以听到 赞美的声音 从此以后 鸡温就停了 那个鸡呢 就让他很大 超大的 他跟他说 我很感谢兄弟 真的 鸡就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每次上山去 他就杀鸡让我们吃 这样 他非常的食恶 原来赞美神 有这么大的力量 你知道吗 所以你的狗养不大 小狗这么小养不大 你赞美神 他就变得这么大 真的 对 你说赞美神 我发现到 赞美的力量真的很大 你要把你的口 常常向着 天上的神说 哈利路亚 真的要想赞美他 不要常常说 牧师 我这么痛 这么痛 怎么这么痛 你知道吗 你都怎样 赞美神 不要去 埋咽 教会中 怎么不爱你 你怎么不赞美神 说感谢主 让我来到这个教会 有多幸福 对不对 你刚刚天教教会的 竟然没你这么多 我一看到天教教会 很少 有很丑的 你知道吗 真的很多人都是很潇洒 很多人都是长得很漂亮 我每次看到你们的脸的时候 我都觉得我在天堂 所以你要相信 但赞美神的时候 你就提到神的宝座前面 你心静在那个地方 你永远会以神同在 神绝对不会放弃你 因为你是神的宝贝 会赞美神的人 会成为神的宝贝 最后我讲一个见证 大卫 杀人无数 为了娶一个太太 叫米甲 杀了120个费力士人 这样会用吗 看见他太太 就把他娶过来 当作罪的太太 而且把人家的先生 设计把他怎样 杀了 所以圣经在描述说 大卫 有没有 从乌利亚的妻子 生了谁 所罗门 你看到 从别人的妻子 生了一个孩子 叫什么 叫所罗门 他又很骄傲 常常会点说 我有多少军队 我有多少百姓 因为很骄傲 神就惩罚他 可是他一生有个好处 他就是会赞美神 他就是会赞美神 你知道吗 你就会赞美他 你知道吗 大声的赞美他 不要小声 神不太喜欢你小声 你知道吗 他不是跟你 他不太喜欢你 因为他圣经在说 你大大的张口 他就怎样 大大的充满 你知道吗 神很喜欢你在摇影的地方 就开始 哦 神让你来了 你知道吗 他们很高兴 今天我看到赵佣基 已经老了 赵佣基牧师现在已经老了 看见他讲话 那种形态就已经老了 有一次 我去赵佣基的教会 然后去参观他的教会 他要走进来的时候 我看他这个 我真的会害怕 有一队圣歌队 然后站在两旁 他走进来的时候 圣歌队开始唱歌 然后就走进来 我真的羡慕他不行 有一天 如果我要走进来讲道的时候 旁边有那个师班 在旁边唱歌的时候 那会多同样 但是我发现到 他的教会 他的教会真的是一个 充满赞美的一个教会 有一次他派了一个 几个弟兄姊妹 来到我们的教会 他们喜欢吃冰淇淋 这是最后的见证 我们等一下要唱一首歌 我卖冰淇淋给他吃 冰淇淋什么 拿到冰淇淋 你是不是马上就怎样 把纸打开以后就怎样 我们这种台湾人 冰淇淋拿着就吃了 他们不是拿冰淇淋之后 我就忘记他们开始 赞美声啊 哈利路亚 阿父亲 感恩都不行 赞美都不行 我们冰淇淋吃完了 他们还在 阿父亲 哈利路亚 冰淇淋都响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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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到呼吸 兄姊妹 多一点赞美神 多一点赞美神 请钟离来 带我们来赞美神 好 弟兄姊妹 我们站立起来 我们来领受赞美的大能 让我们的赞美能够震动天地 能够感动天使 一起参与在我们的敬拜当中 哈利路亚 我们来领受赞美响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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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欢呼吸了 赞美照顾的主宰 来欢呼吸了 赞美终光之福 来欢呼吸了 赞美我们的救助 来欢呼吸了 从今直到永远 当一感谢 进入祂的门 当一赞美 进入祂的缘 当一感谢 进入祂的门 当一赞美 进入祂的缘 来欢呼吸了 赞美照顾的主宰 来欢呼吸了 赞美终光之福 来欢呼吸了 赞美我们的救助 来欢呼吸了 从今直到永远 来欢呼吸了 赞美终光之福 来欢呼吸了 赞美终光之福 来欢呼吸了 赞美我们的救助 来欢呼吸了 从今直到永远 当一感谢 进入祂的门 当一赞美 进入祂的缘 当一感谢 进入祂的门 当一赞美 进入祂的缘 来欢呼吸了 赞美照顾的主宰 来欢呼吸了 赞美终光之福 来欢呼吸了 赞美终光之福 来欢呼吸了 从今直到永远 来欢呼吸了 赞美照顾的主宰 来欢呼吸了 赞美终光之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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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一赞美 进入祂的园 来欢呼喜乐 赞美造物的主宰 来欢呼喜乐 赞美中光之福 来欢呼喜乐 赞美我们的救助 来欢呼喜乐 从今直到永远 来欢呼喜乐 赞美造物的主宰 来欢呼喜乐 赞美中光之福 来欢呼喜乐 赞美我们的救助 来欢呼喜乐 从今直到永远 各位 姐妹 每次看他总理在赞美心的时候 总是充满了喜乐 要总是看到他充满了荣耀 也愿我们每个人赞美神的时候 神的喜乐跟荣耀就高谋着我们 当我们要转化这个城市的时候 你必须带着赞美喜乐荣耀 进到这个城市的里面 所以我期待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你就把整个声面都唱出来 你就把它完全完全的唱出来 再一次来 祝你感谢 进入他的门 当你赞美 进入他的愿 当你感谢 进入他的愿 当一赞美 进入祂的园 来欢呼喜乐 赞美造物的主宰 来欢呼喜乐 赞美中光之波 来欢呼喜乐 赞美我们的救助 来欢呼喜乐 从今直到永远 当一感谢 进入祂的园 当一赞美 进入祂的园 当一感谢 进入祂的园 当一赞美 进入祂的园 来欢呼喜乐 赞美造物的主宰 来欢呼喜乐 赞美中光之波 来欢呼喜乐 赞美我们的救助 来欢呼喜乐 从今直到永远 天父 我们是一个火叫的狮子 我们要大声的赞美你 让你的荣耀遮盖我们 让你的灵充满我们 每当我们赞美你的时候 你就设立宝座在我们心灵的里面 我相信所有一些负面的都会离开 神的祝福 神的恩典 神重新的再创造 会在我们生命里面被发现 神啊 我们现在要奉献金钱在你面前 求你掩纳我们的奉献 也祝福这些所有福祉你的人 这样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请坐我们的奉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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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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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祂 我们来大声呐喊 齐声的 Hallelujah 我们就这样的 请牧师来助导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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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主祖的恩典 上帝的之爱 圣灵的感动 慢慢与我们同在 从此时此刻之道永永远言 Amen 弟兄姊妹请坐 我们在6月24号跟25号 要办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聚会 在白水溪 那么这个特会是 在大学毕业之后 还有在40岁以下的年轻人 都可以参加 但是我们只要40个名额 我们要教这些年轻人 教他们要对自己负责 对家庭负责 对社会负责 不只这样要让他们知道 他们的未来是什么 在教会他们的 看见的意象是什么 希望这些年轻人 因着一天的这种分享 让他们能够走进这个城市 走进他们的职场 都能够荣耀祖的盛名 我相信很多孩子 在走投无度的时候 你应该帮助他来参加这个特会 收的钱很少 一天两夜 我们只有收 两天一夜 一天两夜 这个大概只有我的 只有我有的时间 对对对 两天一夜 我们只有收 几百块 几百块 大家希望你能够 让鼓励自己的孩子 或是你是一本事来参加 愿神来祝福我们 我们晚上节目就在这个时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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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